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遇见很多的人 能真正相识的就那么几个 虽然说所有的相遇都是缘分 但也需要自己甄别 在现实生活中吧 你和不一样的人在一起 就会有不一样的人生 在现实生活中 你和谁在一起的确很重要 甚至能改变你的成长轨迹 决定你的人生成败 今天一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和谁在一起决定你的人生成败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 是一安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人这一辈子 和谁在一起决定你是谁 勋子说 彭生麻中不服自职 白沙在孽与之俱黑 如果你想做一个好人 就要和好人为伍 想变得优秀 就要亲近更优秀的人 和谁在一起 决定着你一生的命运 人品好的人 是你最大的贵人 子曰 子欲为事 先为人圣 学做事前 先学做人 有好的人品做底子 才配堂堂正正做个人 和人品好的人相处 你会常常得到善意的帮助 身边多一个人品好的人 就少一分被别人坑的风险 久而久之 耳濡目染 你也会变得人品出众 行高于人 人品好的人 不会嫉妒你的优秀 只会在你成功时 由衷赞美 更不会在你受难时 落井下石 踩着你的失败上位 忘恩负义 巷里藏刀的人 纵然对你表面客气 却防不住背地里捅你刀子 这样的人 一定要尽早远离 听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女孩和父母闹翻了 打电话给好友 希望能到好友那住一段时间 好友很疑惑 问女孩为什么 女孩说是因为男朋友 原来几天前 女孩带男朋友回家见父母了 开始的时候 父母还挺满意的 后面闲聊时 男孩的母亲打电话来说 他外公不太舒服 让他陪着去趟医院 男孩很不耐烦地说 打个车不就好了 我陪着他也好不了啊 女孩父亲的脸色 有点不好了 男孩继续说道 我还有事呢 先挂了 听完这话 女孩父母的脸色 就都很难看了 于是就让那个女孩 跟男孩断了 女孩父亲说 一个连亲人 都不顾念的人 人品能有多好 你跟着他 将来一定会吃亏 听过这样一句话 喜欢一个人 始于颜值 限于才华 忠于人品 两个人在一起 走得近 靠志趣一致 走得久 靠人品一流 好的人品 才是最好的依靠 正所谓 与善人居 如入知澜之势 久而不闻其香 即与之话矣 和人品好的人相处 就像走进香草遍布的花房 自己也会变得翻方 交往观人品 人品好 才能肝胆相照 相得一张 正能量的人 是人生最大的财富 孟子曰 我善养无浩然之气 古人讲的浩然之气 就是一种正能量 每个人的身上 都自淡一种磁场 其中有正能量 也有负能量 无论哪一种能量 都会传染 互相影响 改变我们的身心 与正能量的人共事 心态积极乐观 事情就会走向光明的一方 反之 常常和负能量的人作伴 不知不觉 就会变得焦虑和悲观 面对同样半杯水 正能量的人 会感恩于还有半杯 负能量的人 则抱怨 怎么只剩半杯 一念之间 一喜一忧 高下立判 人与人之间 有着能量的磁场 和负能量的人在一起 周日萦绕在耳边的 是长鱼短叹 整天出现在眼前的 是愁眉苦脸 渐渐的 自己也会不自觉的 变得消沉 颓废 与正能量的人在一起 他的活力 热情 干劲 会不断影响你 他的积极 乐观 进取 也会不断感染你 慢慢的 你也会成为一个 更好的人 有这样一个小故事 古时有位秀才 进京赶考 住在京城一家店里 考试的前几天的 一个晚上 他连着做了两个梦 第一个是梦到 自己在墙上种白菜 第二个是梦到 下雨天 他带了个斗笠 还打伞 秀才不知道 这两个梦的寓意 赶紧去找人问了问 那人一听 叹息道 你还是回家去吧 你想 墙上种白菜 不是白费劲吗 带斗笠还打伞 不是多此一举吗 秀才一听 心灰意冷 回店收拾包袱 准备回家 店老板非常奇怪 问 不是过几天才考试吗 你怎么今天就准备回乡了 秀才把刚才听到的话 转述给店老板 听秀才这么一说 店老板乐了 我倒觉得 你这一次一定要留下来 你想想 墙上种菜 不是高种吗 带斗笠打伞 不是说明你这一次 有备无患吗 秀才一听 觉得颇有道理 又精神振奋地 开始准备考试了 心态不一样 眼界不一样 看到的世界就不一样 去靠近正能量的人 才能收获 人生中的快乐与美好 闻天祥 天地有正气 杂然复流行 下则为和月 上则为日星 一个人的正能量 可以壮阔如山和大地 比肩日月星辰 和正能量的人共事 不仅会让事半功倍 还会增长自己的正能量 共事看磁场 有正能量 才能一同乘长风 破万里浪 相处舒服的人在一起 是最好的样生 有诗云 平生相交几支几 绿病红颜到白头 人生苦短 最大的幸事 莫过于和相处舒服的人 一生相伴 开心与乐趣 是人活着最重要的目的 如果有人天天给你添赌 事事与你作对 每一句话都话不投机 就不要再勉强相容 不是所有的人 三观都能相合 不同圈子的对话 就像鸡同鸭角 沟通不清 有的人看似交友广泛 表面上和谁都能聊到一起 实际上 却没好友可以交心 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清楚 和谁相处是舒服 和谁相处是别扭 相处舒服的人 在一起 总有一种特别的默契 一举一动 都明白彼此的心意 薄牙的琴 因众子妻而觉想 李清赵的词 因赵明成而婉约 生活就是要和 相处舒服的人在一起 共赏日出月略的鲜喜 体味一输一范的清欢 和相处舒服的人 生活在一起 才不枉费此生 古人说 随有静而远 亦有静而亲 结交则得意 起论富与贫 选择和怎样的人在一起 决定你一生 有怎样的命运 一个人熬的时候 孤独 无助 焦虑 一起袭来 总有坚持不住的时候 但是和优秀的人在一起 就不一样了 优秀的人之所以优秀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比常人自律 当你觉得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看到身边那个优秀的人 还在努力 你一咬牙一跺脚 坎儿也就过去了 与人品好的人在一起 自己也会变得温暖 与正能量的人在一起 自己也能光芒四射 与优秀的人在一起 自己也会跟着成长 曾经听过一句很有趣的话 跟着苍蝇走 你会找到臭水沟 跟着蝴蝶走 你会闻到花香 余生不长 愿你选择与人善品正 充满正能量 相处舒服的人在一起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